OK,来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OK,希望今天能够很顺利的将我们的这个time independent全部把它讲完 然后呢,我们从下礼拜开始呢,我们就来讲time dependent OK,好 我们呢,再把我们上次讲的time independent再做个很简单的回忆 OK,我们讲一些重要equation,把它写在这边 time independent呢,它可以分成两项 OK,第一项呢,它是unputable 那第二项是有围绕的 OK,那这里面呢,我们说的这个呢 它本身会等于N 那么没有围绕的这一项 我把它加一些符号好了 看看能不能加强一下 OK,谢谢大家 OK,我们基本上呢,可以这样子定义 下面这个已经解出来了,我们已经了解它的解是什么 上面这个呢,完整的一个解,一个shorting code equation 但是其中的hplung呢,我们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 所以导致于我们也不晓得N是什么东西 也不晓得EN是什么东西 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假设你有一个小小的围绕修正之后呢 你一定是用于来修正 原来本来就是complicit 它是一个完整的记忆 所以呢,你可以任何方程师都可以用它来展开来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位置的N呢,用它来展开 OK,那么这样子呢,就告诉我说我们的N呢 可以怎么样 可以由这几个来展开来 我们说初步可以这样子写 那最后我们要把里面的这些位置的 采用它原来的展开来 OK OK 那么EN呢,就是原来没有围绕时候的能量 的eigenvalue,再加上第一个修正项 再加上第二个修正项 一直加下去 那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说 那么这些修正项分别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其他的呢,我们基本上就不太来理他了 好,那么能量的部分比较简单 那这个空间,就是eigenstate的方面呢 我把它写在这边 我把它写在这边 我们令呢 N1啊 可以是原来 原来 State 原来我们State本来是用N来表示 反正N是这个数字嘛 我把它改成I也可以 只要这边写0呢 这个就是原来啊 没有围绕之后 结束I跟C 然后呢,我们把它上起来 那中间的一定会有个系数 A and I 所以我们只要把系数求出来 我们就知道 第一阶修正的I跟Function是什么 那同样的 第二阶修呢 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OK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把整个的答案啊 把它写出来 写在我们这个地方 嗯 OK 第一阶能量的修正项 第一阶能量修正项 就是你把原来没有 经过围绕时候的I跟Function 对你围绕向的这个Hermitonium 做夹击 OK 你把它夹住 你就可以计算出 它的这个对角线的Element 就是我们第一阶的修正项 能量的修正项 那第二阶能量的修正项 是什么呢 它会比较复杂一点 Summition I呢 大家记住 它不等于N I'm sorry 可以写成这样 基本上呢 它上面所有的操作都牵扯到原来没有威绕时候所得到的解 比如说它的分母的地方呢 就是Icon value 没有围绕时候Icon value 你看上面都有0 对不对 我现在要求第N项的 这个时候的 这个能阶的第二次修正项 OK 就在这个地方 第N项 能阶的第二次修正项 那么它等于一个Summ 这个Summ呢 什么能阶都会Summ Summ谁呢 Summ没有围绕时候的能阶 但是呢 你不能够等于这一项哦 假设N等于2I的Summ就要跳过2的这一项 N等于1I的Summ就要跳过1的这一项 然后呢 你就把它的I的这一项呢 直接夹击H' 用黄色的好 OK 直接夹击这个威绕了 然后把它怎么样 投影到N0的 你要求得的N0的这个 Icon state上面去 整个座平方出于这个能阶 OK 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得得到 它能量的修正项 好 然后再来空间 这个Igon function上面修正项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会变成什么东西 OK 这个会变成什么东西 ANI 我跟那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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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呢 Igonfunction的修正项 它可以用没有围绕之后的Igonfunction来做展开 那其中每一个系数呢 等于这个样子 你仔细看这个系数写法跟能量的第二阶修正项很像 对不对 唯一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你看分母都很像 唯一的差别是这个地方有平方 这个地方没有平方 OK 好我们把这个记起来 还有一个BnJ 它可以等于什么东西 看一下 BnJ呢 非常的复杂 OK 所以 wet 超小心 温度 材料 这 点 5秒钟 好 好 我们基本上呢 就将这几个写下 写下之后呢 那现在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就呢开始来讲 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 假如说呢 有人呢 以前那个没有很 严格的学过一些 量子物理 所以对这方面的概念呢 或者是你经过读过这些之后 你觉得有些地方比较深入 你有些模糊 那我建议你可以回去 翻译一本的最简单的书 这叫Introduction to Quantum Mechanics David Griffith OK 他写得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非常清楚 OK 他写的方式呢 这个这本 我不晓得各位会觉得呢 我是觉得这本就很像 我以前在读那个微积分数成一样 他写得非常清楚又简单 所以呢你坐在马桶上面看呢 就可以把它看完的书 OK 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困难 那你可以得到一个overview OK 他讲得非常棒 所以我建议大家 假设有问题的呢 可以回去翻一下这本书 OK 好我们今天要第二 几个问题 第一个要介绍一下 我们这样围绕呢 在我们的顺词上面 我们怎么去看待一个顺词 第二个 他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有关于我们的selection rule 我们不要每次都算了个半死 单单填 把这几个式子写下 已经写了个半死了 何况又要算 对不对 所以那selection rule里面 可以给我们几个hint OK 然后呢 我看看 然后呢 我们会第二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说 当我们一个电子在旋转的时候 假设我们中间有个磁数通过 以古典的眼光来看 这两个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 因为磁数只是个磁数 它的磁力线呢 又没有通过外面电子的地方 也就是密度太低了 我们几乎可以忽略掉 但量子力学里面呢 却告诉我们不是这回事 OK 所以我们会讲 讲完之后呢 我们会把degenerate 用简单的状况来告诉大家 在degenerate状态下面 你怎么去看待 这个围绕的问题 OK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从这个地方开始 OK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顺磁 OK 我现在来画几张图啊 来让大家了解一下 假设这个是我们的材料 材料里头有很多原子 假设某一些原子 某一些 它本身啊 有磁矩 OK 假设有这样 每一个呢 原子所含的磁矩呢 都很小 都是μ OK 都很小 那你就看看 这个原子的本身 它的orbital 的角动量是多少 的磁矩是多少 以及自己spin 假设呢 你有个鬼域呢 spin没有被填满 没有被填满 你就有单独的spin出现 单独的spin是二分之一嘛 那它就要产生一个 二分之一的 的这个spin的moment 假设我们现在呢 h呢 等于零 h呢 是外加磁场 这个时候不是Hamitonia 请你看好 这是外加磁场 等于零的时候 但因为它乱七八糟排列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说什么summension的命 等于零 那你完全没有感受到 它有任何磁性 就像各位拿到一块铁 铁有没有磁性 没有 拿到一根回文针 回文针有没有磁性 没有 戴着手表 手表有没有磁性 没有 但是那天给大家看了 那个磁铁确有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先不管铁词 我们只管铁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开始呢 加一点点磁场 H呢 我们加多少 假设加 这一条 就要代表一点点 方向在这边 那么我们这边 每一个呢 它的排列方向 当然就要有所改变了 而且我们要求呢 这些磁举当中呢 小磁举当中 没有交互作用 OK 彼此呢 它并没有磁的呕合 OK 互相 所以是蛮独立的 所以当我加一点点 你就把它夹想成 我放了这么多个指南针在这边 每个指南针互相没有关系 然后这时候我加一点点磁场之后 它就开始怎么样 就开始有点改变啊 比如说这个在这边 你加一个磁场之后 它呢 它就变得什么 排列更加整齐一点 那这个呢 就会更加过来一点 那这个呢 可能要找个方向转吧 好吧 假设它转到这边 那这个呢 就要转得更加整齐 这个本来就很整齐 对不对 这个呢 也要转得稍微过来一点 所以你发觉 当这样子一来的时候呢 我们sumission mu呢 等不等于零啊 不等于零 它会有一个什么样 尽量 OK 比如说它等于某一个m子 那假设呢 我用一条来表示 它也有感应出 这么大的一个m尺寸 好 那我现在继续加 这一次呢 我把hr加更大一点 两条 更大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们每一个呢 都要跟着转 转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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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sumission mu呢 也不等于零 它要等于一个m子呢 比较大 好像有点 好像有点性性关系一样 好像 我们持续下去 所以持续下去呢 让我们h呢 现在啊 变得非常非常非常大 哦 很惊人的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每一个 指南针呢 就乖乖的 就乖乖的 排得好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sumission mu呢 会等于什么 不会等于一个m子 非常非常大 OK 它会等于这样子 这个我们称之为 顺持 那意思就是说 你放掉它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它可以这样子过去 也这样过来 它没有任何问题 会不会有哪一个 转过去之后 等你回来之后 它卡住了 它弹不回来 不会的 它没有这个状况 那我们把这个 称之为顺持 OK 那其中呢 我们这个m啊 称之为什么 the magnetization 中文叫做 词化强度 词化强度 也由它词化的 之后的 的总量 我们就把它叫做强度吧 OK 所以呢当你呢 h越强的时候呢 它就越大 但是你也知道 它再怎么大大 它拉到最后面就是 大家排列整齐好 就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所以假设这个曲级无穷大 那我们说这个m会的 m会的是什么 一定是n颗的μ nμ 对不对 n颗大家排列整齐的嘛 就乘上n倍就好了 它顶多就是这样子 可不可以更大 不行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看 这个m值啊 词化强度会随着 外加磁场的增加而增加 所以呢 我们就把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什么 suscipleability 开 我们称之为 suscipleability 这个我们称之为 词化率 词化率是什么意思 把词化率我写在下面好了 我要用右边的空格 词化率的意思就是说 既然是个率嘛 一定是个比率 也就是说你词化强度的增加 跟外加磁场当中有什么关系 这叫词化率 对不对 就要这样说 我们的皮肤敏感度多少 那就看看你摸它的时候 它有什么感觉 你要是正在感冒 或者是刚好皮脱掉了 正在受伤的时候 它敏感度非常高 所以你轻轻一摸它 哇 你就痛得不得了 所以这个时候敏感度就很高 我们把这个当作 词化的一个率 一个比率 那我们呢 就把它写成 它是m 跟h 当中的比 基本上呢 这两个都同样的单位 所以词化率只是个比率 它没有单位的 OK 那么在 这个部分我讲过了没 还没有吗 OK 那么在呢 很早以前呢 这个居宇先生啊 Q-Rees 他就发现一个 一个现象 假设你把这个词化率呢 跟温度啊 画一条线 词化率 的导数 应该说 它可以形成C 除以T 这个T是温度 然后这边是 很座标是温度T 那么所有的东西呢 基本上 它大部分呢 会形成类似墙 一条直线 大部分 OK 所以呢 它这样一来 我们跟左边 这个一比较之后 我们就发觉 假设我把它颠倒过来 是不是相当于 Ki分之一 会等于C分之一的T 对不对 所以这样重座标 是Ki分之一 横座标是T 那么这个斜率是多少 就是C分之一 那么我们仔细看到之后呢 这是个直线方程式 所以呢 这条线一定是第一个 它是直线 第二个 这个式子没有加减任何东西 所以呢 一定是怎么样 通过原点 通过原点 OK 这样子 那么词画区是很小的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OK 假如说呢 我们把这边叫做元素 Element 这边Ki呢 是美莫尔的Ki OK 我们把它乘上一百万倍 数字把它乘上一百万倍 里 那 二十四 四十 好 再来呢 P 美 P呢 是反磁性 比较强 美呢 是顺势性 比美 Ki Ki等于不是 OK 好 再来呢 Element Ki 美莫 乘上一百万倍 OK 我们看看Ki 凡 弱 猛 160 290 165 530 所以词画率是代表什么意思的 你只要加一个磁场 然后我被你怎么样排列整齐的一个强度 也就是词画率越大 我越容易被外加磁场所排列整齐 也就是说越敏感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发觉呢 过度金属的这边呢 它磁化率都很大 对不对 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要是呢 减金属呢 减土竹的这边呢 磁化率都很小 OK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假设呢 我来看那个什么 稀土竹的 这几个 你这一看呢 就不得了了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发现 哇 稀土竹是在周细胞最下面的两个横的嘛 这个是什么 这个最外围 离子最外围呢 它是D orbital 这个是F orbital 里纳呢 是S 对不对 平面盖呢 也是S 一个S1 一个S2 所以呢 我们发觉它的这个磁化率啊 有大有小 当然 你可以说 这个就是材料的特点啊 就好像我们去讲熔点一样 那铝的熔点就比较低 铅的熔点更低啦 黄金高一点 白金更高 物更高 对不对 但是我们并不满足啊 因为我们会问为什么 为什么它比较高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很想要了解 但是呢 你去做实验的时候 你发觉它几乎都符合 概分之一 符合我们这个具体定理 Law嘛 我们已经讲过 你看到Law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做实验 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叫Law OK Curie Law 所以我们呢 更进一步 我们就想要知道 那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 OK 所以我们要怎么来思想呢 思考这件事情 我们如何来计算凯 所以假设从这边开始 我们就势必要 从最基础的一个一个看看 凯可以用什么来表示 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从定义式来看 凯的本身就是从最下降 对不对 它是等于什么 H 外加磁场 M 你的反应 外加磁场是什么 是你可以掌控的 我给它多少 它就多少 对不对 我加个线圈 通电流通大一点 就磁场大一点 电流通小一点 就磁场小一点 所以这个是我可以控制 这个是什么 它的反应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觉 M呢 是位置的 M是位置 当然 凯也是位置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它之前 必须要先知道它 那M又是等于什么呢 M又可以写成什么 简合颜值 从热力学里面来看 它会等于partial U partial H U指的是什么 Internal Energy 这个系统的内能 对着外加磁场的微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到底是等于什么 OK 这是热力学告诉我们的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的Internal Energy 现在问题是这个 我也不知道 所以什么是Internal Energy 没关系 我们从统计力学 可以告诉我们 Internal Energy呢 可以写成KT partial Partial H 里面是什么 跟什么有关系 跟Log 一个叫Z的东西 有关系 OK 这是热力学告诉我们 这个是统计力学告诉我们 所以呢 你从定义式 那从热力学告诉你 它是什么 但你却不晓得内能 但是没关系 统计力学告诉你 内能怎么求 这是古典的统计力学 OK 这应该是大三的 热统计就较高 OK 那这个学期 不是有人修热统计吗 应该早就修过这个东西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Z的变什么东西 统计力告诉你 Z是等于Summation Exponential I的EI 除以KT 不要用I啦 EN 不然的话Index都一样 会搞糊涂的 它可以写成这样子 它基本上就是这个什么 Boseman Distribution Exponential I EN EN就是你的能量 除以KT 那你把你所有各种可能能量 通通加起来 OK 这个叫做Z 所以呢 EN是什么 EN是 你这里面每一颗原子 每个磁性的原子 在外加磁场下面的能量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可以由什么 量子力学来求了 对不对 量子力学就是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怎么样 你求出来了 那我们就把你求出来这个东西怎么样 往回推 求出来的Z Z在往回推 求出来的M 这个E算完 基本上 因为你是Partial H M就算完 丢进来 K就算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原来从这边出发 量子力学 丢到简单的统计力学 里面跟着算就对 B的眼睛跟着算就对 它已经给你地图了 最后面呢 你就可以得根据定义识得到我们要的Ki OK 好 那我们就稍稍微啊 来做几个很简单的这个计算 每一个原子 Ionic atom and for magnetic ion OK 这边我会讲离子 是因为它间接 它一定需要有一些 架电子跑去间接的嘛 那剩下的 不会四处乱跑的 不会互相抵消掉的 那那个才是我们磁性的来源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 当怎么样 H 外加磁场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 那么这个时候你有个μJ 这个μJ我们前面学过了 就得根据更靠J 这样J1的μB 对不对 好 这个是你自然的 那么假设呢 我们现在啊 H加进来了 哇 你有个参考方向哦 那么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东西都要朝着什么 Z轴投影 这一投影之后呢 我们发觉啊 它会等于这样子 GJ呢 造型 后面是MJ μB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其中啊 的MJ呢 我们晓得MJ呢 就是J本身啊 可以从最大 然后每次减一个 一直减减减减减减减 减到最后面变成什么 负的J 对不对 它的分布方向可以有这么多种 OK 所以这样一来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EN呢 事实上是跟着我们这个M 有关系的 M有这么多种 那你每一种都得要考虑进去啊 所以我们先做个简单的假设 我们这个材料是同样一个一个材料 所以每一颗大家都一样 假设都不一样 那你就要两个不同的上 对不对 假设一样 那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EMJ OK 当你外加车场下面的时候 你的能量就要写成EMJ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负的μ JZ 再乘上H 对不对 本来应该dot 反正我已经投影在H的方向嘛 所以J就变成为什么 JZ 要不然本来呢 本来的能量应该是等于什么 负的μ J.H 既然你要到的就是求取投影量嘛 投影量就是MJ啦 所以我直接就写成MJ就可以 那我已经知道它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啊 知道这个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带来这个地方 开始求取Z字啊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啊 Z呢 就可以写成什么样 Z本来是单一一颗 要做这么多事情 那我有N颗 N颗互相怎么样 没有相关 所以把它乘起来就好 所以它会等于什么 Z第一颗乘上Z第二颗 一直乘一直乘乘上Z的N颗 就等于Z 每一颗的N次方就好 就这么简单 每一颗Z的N次方就好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这边会变成什么 Z呢 是等于Summation 这个时候不用 我们把每一个 每一个 因为这边有好多个 叫做I OK 我把它叫做 Summation I 那Exponential 负I Sorry 对因为这边有负号 I提出来 OK 我不要I好了 I我们刚刚说过 会有重复吗 N E E 不要了 不要 不要 E 把它叫做J好了 免得我们会有错误的印象 又回到 庆院子能接那个N OK 我们就EJ 除以KT 你有几颗 我有N颗 OK 我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把它带进去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对什么MJ 开始了 MJ最小是等于负J 最多是等于正J 所以这边Exponential 负I EMJ EMJ就是这个 GJ MJ μB 除以KT N次方 对不对 我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哦 还有个H 忘了 最重要H要在这边 因为我们能量会乘上个H 好了 我们这个有了 OK 那我们可不可以定义一下 定义几个地方 定义完之后 这个式子会变得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其中啊 alpha呢 就是等于这些系数 OK alpha会等于 看看 不对哦 有I吗 应该没有I哦 抱歉 这应该没有I 对 在Bossman里面不应当有I OK 那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这边会等于GJ 乘上J μB GJ乘上MJ MJ已经提出去了 因为下面放个J 我上面乘上个J把它弄回来 除以KT OK OK 我可以这样子写 好 或者呢 我把这个写成为 μZ H 除以KT 那么其中的μZ呢 μZ就是前面这三个 GJ乘上J乘上MU B OK 我们只是把它做一些简单的变数变换 好 Z呢算到这边好像这个形式就出来了 我们可能不会算不会干嘛 先不管它了 就先直接把它丢进来这边 因为这边有个好处它取个Lock 你N次相乘取个Lock之后就变相加 N就跑到前面来 哇 那那个很简单 对不对 那里面的上呢 就变成N次怎么样 相乘嘛 所以会变得比较简单 之后呢 我们再对它做微分 OK 好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要将这个地方呢 擦掉一下 我们只要这一点的地方就可以 所以紧接着呢 我们就把它带入下一个步骤 M会等于什么 M会等于KT Partial Partial H Log Z Log Z 就把它整个Z啊 通通把它摆进来 之后呢 你就经过一系列的计算 OK 我们快速一点 我们计算完之后 它等于N个μZ 乘上一个叫BJα的equation OK Where BJα 什么是BJα 可以写成这样子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个呢 我们有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Is called Brellowing Function OK 好 写成这样子 根本就没人搞清楚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假设 我们把它拿来画个图 M 很坐标是磁场 我们在某个时间下面的磁场 某个温度下面的磁场 我们不是磁场越大 它排列越整齐吗 所以一开始呢 它这个磁化强度知道 是0 OK 是0 因为呢 没有外加磁场 它通常是0 然后开始加个磁场 它越排列越好 所以M从小开始变大 变到最后最后呢 它要完全排列整齐 就不再变大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量到的数据呢 前面呢 蛮像线性 后来呢 就要饱和了 我们发觉有的是这样子 有的呢 它类似这样 OK 都合理嘛 也就是说 以前我们从这个Curie Law里面呢 只告诉我们 它有个常数C 所以每个材料的C都不一样 或者每个材料的Ki都不一样 它的磁化率都不一样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呢 在我们微观里面 我们知道 它每一个原子 假设它本身的词举 是知道的 那么你一定可以推出同样的结果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这个Equation里面 或从这个地方呢 反推回去 到底跟我们这材料里面的微观 有什么关系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说 高温的时候 高温是什么意思 KT啊 远远大过于 μZh 也就是能量的 温度的能量的 一定比磁性的能量来的高很多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M字 大概呢就可以写成 写成这样子 N个μZ α除以3 J加1除以J 或者是把它写成这样 NGJ平方 J乘上J加1 μB平方 除以3KT 再乘上H 我们发觉这个M字啊 确实是随着H 以线性的增加 你看这边全部 N是什么 你里面有几颗 这材料固定就固定了 GJ呢 你这个原子 这个磁性原子 它本身的GJ 多少就多少 你的J多少就多少 μB呢 本来就是个常数嘛 对不对 3KT 通通都是常数 因为我们是定温的 所以基本上你就求去了 M跟H的关系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变成怎么样 你要是把这个Ki Ki是等于什么 M除以H 所以我要是把这H 从这边搬过来 那 是不是等于C除以T T在哪里 T在这里 所以C呢 是不是这一大串的 这个常数叫做C 所以这样一来 它就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C啊 N GJ平方 Z 乘上Z 加上1 μB平方 除以 3K 很棒的一件事情 从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求出来 我这个材料 它本身是什么状况 比如说你可以算出 Z等于多少 可以算出 GJ等于多少 那么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可以想象得到 它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OK 我们说 Z Z是什么 Z是总和的一个 Angular Momentum 对不对 那么 这整个的Z 可能是LSCoplin来 可能是JJCoplin来 那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对这个里面的材料呢 相加的考察 来让你了解 它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好 当然啦 我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状况 非常非常低温 我把它写在这边 那磁场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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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KT呢 很小很小于μZH 要么你就温度很低 要么就磁场超级高 磁场两个都要同时存在 你才比较容易达成 那这个时候呢 就代表你磁场大大大 好惊人的时候呢 你小的根本就 闭着眼睛想都知道 它一定要饱和 大家都排好整齐 就是排好整齐的 有可能比排好整齐 还更大的吗 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 你把那些狮子 整个剪它下来呢 它就会等于 M 就等于怎么样 N μZ OK μZ是等于什么东西 μZ 是不是我写在右边那边 对不对 μZ 或者是你妈写 N GJ J μB OK 它就可以等于这个样子 结果你知道吗 人家去做实验 就发觉呢 发觉一个很妙的事情 数据点呢 跟这个equation 百分之百match OK 当然 杂讯算进去 就不会百分之百 我们发觉这个model呢 几乎可以解释的 非常非常好 OK 几乎可以解释的 非常好 很棒 OK 那这个model呢 就非常非常地成功 它除了告诉我们 Curie当初所观测到的是什么 它也告诉我微观的结构 它跟着它里面材料有关系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些现象 不过当然了 世界上常常有些地方 不是这么美妙的地方 我们打个简单的比方 比如说呢 我们有个东西呢 叫做 叫做菇的 比如说我们的东西叫做菇 菇呢 平常是二价正的离子 二价正的离子呢 它呢 应该是3D 3D多少 7是不是 忘掉了 然后呢 它在一个结构里面 特殊的结构 比如说我们最近的研究 它在一个特殊结构 就是旁边 被六颗氧围住 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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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形成一个八面体型 孤在哪里 孤在这里 OK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第一呢 本来是 减并态的 它有五个状态 每个状态可以填两颗电子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被分开了 这边有三个简并态 这边有两个简并态 所以呢 我们有七颗嘛 因为它没有分得很开 所以基本上 Hans rule还是要使用 好 这样拍完之后 你告诉我 它剩下几颗 剩下三颗 三颗的意思就是说 它要有三个μB 每一颗可以提供一个μ呢 就是三个μB这么大 每一颗都要能够提供这么大 但是呢 我们真实材料里面 一两碗之后 它告诉我们说 它不是这个样子 它是0.016个μB 哇 那脸都歪了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经过这些计算 经过这些量测之后 它告诉我们 它等于0.01个μB 也就是我们对这个原子的 行为的了解 跟把这个原子 丢在一个材料里头了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 这个为什么会分裂 很简单 因为这六颗氧的原子的离子 都为了对它造成一个静电力 这静电力就是stop effect 这静电力呢 会把D啊 把它什么 分开来 那理论上它应该三个μB 现在却变了0.016个μB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能阶绝对不是这么简单 它一定发生了其他事情 你不能是考虑 你要考虑到旁边的氧 它的能界跟你的作用之后呢 你要形成间接嘛 一定是什么呀 电子云要overlap 电子云overlap之后 你怎么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状况 可以跟原子的状态一样吗 跟离子的状态一样吗 不是的 这个时候有另外全新的状况 那你要告诉人家 是什么状况 那我们才可以理解 为什么它这么低 假设我希望它高 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你要先理解你才能够做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呢 一个简单的一个研究的内容 OK 其中一个小项 但是很好玩 好多材料都是这个样子 OK 好 那我们这个部分呢 先上到这边 我们休息五分钟 那我们下面呢 再来上selection room